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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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毒品的时候其实不用害怕 就算你会遇到黑白状况 但你一定可以克服它 不管是对家人朋友 只要有寻求帮助你一定 就会有办法可以克服它 所以不要害怕 有 透过舞蹈 透过音乐 然后告诉我们说毒品的危害 然后最重要的 有时候我知道毒品的危害 可是别人找我 叫我一起来试一下 你不是朋友 你不是我们的好朋友 那这时候我要怎么拒绝 那这个想法拉剧团 就透过这个表演 舞蹈 唱歌 然后让我们的朋友 我们这些小朋友 还有他的爸爸妈妈一起知道 以后有人要邀请我吸毒的时候 我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来拒绝毒品 所以县市政府跟中央合作 跟民间的单位 合作起来做这样的防毒的 防毒的这样的动作是必要的 是必须的 所以大家一起来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 反毒绝对不是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老师 或者是一个卫生局的 心理师或社工师就可以做到的 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 因为我们在每一个生活的角落 都可能会脆弱 可能都会被诱惑到 尤其是在现在 毒品各式各样的毒品 长得很像糖果很像咖啡 不同的包装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 不同的单位 那在平常的毒品防治的过程中 一起来帮忙 那同时的话 尤其在这个暑假当中 不管是家长们也要特别的注意 我小朋友在外 不管是在外的情形 要特别的注意 在暑假期间 让小朋友能够多方的了解 反毒的专业的一个知识的话 对小朋友来讲是有益的 反毒营队活动精彩 有教育部 有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合作开发的 袖珍3D反毒特展 还有一系列的 亲子反毒闯关活动 可以好 好 手先莫得2分 谢谢 远离毒品活力四社 透过有趣的互动 带领亲子朋友 认识新兴毒品的各种样态 增加互动的机会 还有警察局少年队 与基隆如意同计会 一起办理的防身術课程 让亲子朋友们收获丰富 然后大家凭着自己的 团队合作的力量 还有智慧 来完成这五官 那在团体活动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小朋友 除了说知道反毒的重要性之外 也能够小朋友 直接彼此学习团队的生活 那觉得这个活动 非常的有趣 还有很有意义 如果别人问你要不要吃毒品 的话就可以直接离开 或者是拒绝 提醒青少年 要远离毒品的危害之外 卫生局也很关心 青少年的情绪与心理健康 今年首度透过 基隆市政府的 网络广播节目 基隆Podcast 将陆续推出系列主题 带领亲子朋友 一起来认识了解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青少年自己 包括我们的 爸爸妈妈 尤其是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们今年也尝试了 这个Podcast 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透过 市府Podcast的团队 我们录了Podcast的主题 来讨论这些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的主题 刚才讲的自杀防治 网络成因 我们邀请了心理师 然后医师 然后用这些很精彩的 但是很有趣的对话 然后在我们生活中 我就可以打开我喜欢的Podcast 然后去听 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 我知道我怎么了 我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或照顾我的小朋友 透过多元活动的举办与宣传 基隆市卫生局 吸收各单位资源 一起来关心青少年朋友 营造无独家园 也守护下一代的健康 让基隆成为温馨有爱的城市 记者陈淑萍 基隆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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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